Lun Sang 《非诚勿扰》 KOP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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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Star Park Star Talk 那这一集 这一个嘉宾是一位演员 Reste不久啦 不過跟他蛮混的熟的 因為他人其實 很容易聊得开 然后比较高兴的呢 他曾经是这个 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 入围罢了 入围罢了 我差点还要这样 那跟他竞争的对手呢 有这个香港的Lamboy 结果答案是Lamboy 虽然他现在也是光头啦 跟Lamboy的形象蛮像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他输掉了 所以他不爽 他要受司机啊 你们光头会拿奖啊 OK我们有啦这是李明中 Hello Hello Hello我是明中 那我其实第一个问题想问 有没有当时你去这个 办奖庭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事 其实有啊 有 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 去到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去到新加坡的时候然后 就是当晚就是那个 然后不知道哪一个导演 就SMS过来 你准备了那个鞋子了没有 搞到我很紧张 马上拿纸来写哦 OK 结果是真的没有拿到的 OK 没关系 预备啦预备 如果真的万一拿到的话呢 上去没有换奖 就真的很难 真的真的 我给30秒的时间你现在 30秒不多 30秒不多 你那时候真的是拿奖的 我们来一个虚拟的情况 真的要吗 恭喜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 得奖的是 李明宗 哈啰 谢谢 哇 很感动 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会拿奖 其实我没有一些准备的些词啦 不过在 在这之前我已经写了一张词 等一下 首先我要谢谢我妈妈 把我生下来 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谢谢你妈妈 没有你我就会有今天 好 谢谢 除了妈妈之外呢 还有真的有想过 有几个人要感谢的吗 其实要感谢的人很多 真的很多 真的要说起来说不完 我从一路走来到现在 其实每一个角度 都有很多人在帮我 当然最亲的人是比较 最亲的人 最亲的人好像 我妈妈 其实她现在也没有帮到我什么 不过她精神上 真的是给我一百八千的肯定 明宗在这一年多久了 在这一行多久了 没算错的话 应该七年多 七年多 OK 那在这部电视剧 就是探箱里面 就是角逐亚洲电视大奖 最佳男主角 对不对 OK 在这部电视剧里面 你是演什么人 你自己讲 我是演一个比较放箭 然后漂浮的一个男人 就是演坏人 演坏人 其实她不是坏 她还不过坏 她只是很放箭 很颓废 然后很喜欢骗你人的情 她不是那种尖角 坏到好像要杀人那种 现实生活中的民众 你觉得好人坏人 每个人都有两面 对不对 你是哪一面比较多 那是好人 那如果你凭自己 自己就会一直凭分 坏人那一部分 你坏在哪里 我坏 其实我坏是在 生活作息方面 怎么说 比如说我 我没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喜欢吃很多东西 那是健康不好的东西 爱睡 然后出院 不用酒 等等 这种东西 OK 先问你 如果身边的一些朋友或亲人 有什么人你觉得你对他不够好的吗 那就是坏了 我觉得我对妈妈不够好 怎么说 因为 因为从小到大我的生活都不用我去担心 不用我去烦 都有哥哥 我家里的负担都是我哥哥去负责的 然后到我长大了现在 我也没有真正去争 让妈妈过一个比较 就是说有付出 有给钱 你知道吗 比较多一点 虽然有给啦 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也是过得很苦 啊 给的不多 可是 他可能 心灵上那方面我给不到他 那 演员你一定是这样的嘛 是目前 你给人感觉民众是这样的人 跟幕后私底下 这是观众看不到的 那目前的 你觉得观众怎么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相信 目前观众看到我是一个很开朗的 很开朗的 还有没有 好玩啊 好玩 还有其他的吗 应该没有了吧 没有 我相信观众很多观众对我也是蛮模糊的 那私底下的你呢 私底下的我啊 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享受一个人在家里看电影 我不大爱出门 我很怕很多人的地方 OK 那刚才你就说了 我说目前嘛 就包括可能在媒体 就是 总是不光我不认识民众的 我是一个观众 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对 除了好玩啊 也不一定是演技嘛 演技你的角色是已经固定了 呃 私底下我认识的你 那因为媒体方面也有一些新闻 OK 那会怎么看你 你觉得观众怎么看你 我觉得观众 其实观众应该不会给我打分数 嗯 怎么说 因为我真 没有识过真正面对观众 跟观众交流过啊 那你想象啊 想象啊 就是当你 一定会这样的嘛 你看你自己一段新闻 你觉得 哎呀这段新闻写到我怎么样 观众会怎么看我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啦 没 我没有讲 那有些人就 特别爱斯蒂不云能 知道吗 OK 那你先回答这问题 你这样怎么去应对呢 我自己想象观众应该 呃 呃 呃 对我啊 嗯 会扣分吗 还是怎么样 我相信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 扣不扣分那就要看 他的角度是怎么看我 嗯 那私底下的你要怎么去 如果观议我是一个观众 我是一个影迷 我对某些媒体的新闻做出反应 你要怎么跟我去解释 其实我不会解释 怎么说 我会说这个是我的私人的生活 那其实媒体写出来的 都是表面你们看到的 后面的我是怎么样 你们不知道 嗯 你们听到了他已经做出解释了哈 哈哈哈哈 有吗 哈哈哈哈 OK 那先问一下 因为在这一行也是很长的时间 嗯 七年 你觉得娱乐圈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娱乐圈啊 嗯 基本上听起来娱乐圈是一个很黑暗 嗯 一个圈子 可是我发现马来西亚的娱乐圈 我觉得现在非常的单纯 嗯 赞成 马来西亚的真的是还单纯 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我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单纯到永远 这到目前为止还是 到目前为止还是 OK 那民众就是一个新进的基督徒 OK 先问一下你觉得娱乐圈 跟神怎么接触呢 或者讲娱乐圈的人 为什么需要神 讲一下 就做你自己的例子 嗯 通常一个在娱乐圈打滚的人 他们都希望他们的工作很出力 当然 一般上你们都会听到 哪一个巨星啊到哪里去拜什么 拜什么 这样子 他们主要要求的是工作 嗯 就实在的 实在的赚多一点钱 嗯 但是他们心灵上他们可能是空虚的 嗯 嗯 我觉得我们娱乐圈的人 真的需要一些 其实我发现基督教啊 不只是一个 一个宗教 嗯 它不但 它还会传 就是 传达一些 人生道理的东西 嗯 还有关怀 还有爱 嗯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会feel到 可能身边你可能会等不到一些 关注和欢心 嗯 可是你对神的话 神绝对是爱你的 OK 再讲回头 你当初怎么会 接触到耶稣的朋友 我当初啊 其实我 嗯 我接触耶稣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嗯 爱你啦 啊 OK 就是他先带我到 嗯 开始的时候 他是跟我讲解一些耶稣的东西 基督教的东西 嗯 其实我对基督教没有抗拒 嗯 没有抗拒 我反而我很喜欢 看基督教的戏 哦 OK 那个Passion of Christ Passion of Christ 我很喜欢看 嗯 我很喜欢耶稣的那个照片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是感觉 嗯 我自己有问过自己 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怎么鬼切 喜欢一个这样的角色 这样的人 嗯 我不知道我很喜欢 十字架 也不关 也不关他演义 就是那一个亲和力 就那一刹那感动到你 对 并不是他在心里面很可怜 而我同情他 很喜欢这个角色 嗯 是本来从小到大 我都看着那个十字架 我都 好像很莫名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我不拍这个 我不拍神经 佛教徒 虽然我是一个佛教徒 OK 那现在老师说 你对身边 就是耶稣对你最大的影响 看一切身边的事物 耶稣对我最大的影响 嗯 我想 这个是个人的 嗯 当然 我不认为当然是个人的 不然打中的呢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你feu到东西 别人feu不到 那明白 因为像 刚才你们有说的 什么 跟神对话 跟耶稣对话 就是这种事情 当然这个 这是解释不了的 你觉得 解释不了的 嗯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的 接受到 因为在接受 安妮跟我分享 基督教的东西的时候 我有慢慢去感受 我打开呼吸 慢慢去享受 然后 跟他去教 去教会 去教堂 然后去听他们讲教 而且我 刚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去看一下 去认识 然后慢慢我发现 我觉得 就去那边 我可以把宗教放一边 我是听牧师在讲教 讲道理 然后对我一些启发 所以我比较是一个 你自己本身是 我是一个很 我的想法都很 那个点 其实我以前 我会慢慢导致 那个点是因为 我每一次想的事情 我都会有一个 做最坏的方法 做什么都好 我都会想一个 最坏的方法 这完全没有想到好的 还是好的最后才想 好的这样 我先去解决 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 我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慢慢漸漸日子久了 我会变成 我是没有自信 想的东西是那个点 完全没有想好的 不像耶 还可以入围耶 没有自信 我一常入围 我这种蛮有自信的 为什么不入围 哈哈哈哈 不过我没有演戏 那讲一下 如果给机会 你就跟你娱乐圈的朋友 去传基督教 有什么感觉 我不会强烈的去跟我的朋友说 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有多好有多好 我只会分享我身 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一些迷惑 然后跟他们分享 跟他们解释 Why not 你去试一下 去想一下 其实我刚 before then 你有送了一本书 叫做The Secret OK The Secret 我看了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以 宇宙的角度来看事情 明白 然后我看完这本书 我发现 其实这是基督的一个方式 嗯 你知道吗 明白明白 所以我更容易接受基督教 当然 它Secret 其实最后一页里没有翻到 就是有一个很大十字架在里面 有吗 真的有吗 證明你还没有看完 可能我看的是中文吧 所以在那本书 你剖开它 翻翻翻翻 最后一页 是有一个十字架在里面 真的吗 讲明是The Secret 不过我已经这样 可是我看了没有 因为我 你没有看到最后咯 第二就是我现在已经将到基督告诉你了 你不要告诉其他人 哈哈哈哈 没有啦 你回去找那本书 找不到你不要找我 没有 其实我要传达的一个message 就是 我从Secret那边 我 我发现了其实Secret 也是从一个基督教徒的所写出来 它的方式只是它的角度不一样 其实它也是用基督教的方式 比如说 你像宇宙投出你要的东西 就好像我们跟主 投出我们的祷告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主就会给我们 所以我经常都会跟我朋友分享说 我为什么会信主 是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案例 以前我是negative 变成我现在是positive 对 有光啊 我现在已经慢慢变成positive 当然是感谢主 还有牧师帮我祷告很多 帮我开导我 然后也让我看到很多一些小小的一些 miracles 那我经常都跟我朋友说 你不需要去真正的跟我去基督教教堂 去教会 去认识主什么东西的 你从现在你相信我讲的话 你只要有相信 你就什么都得住了 Fat Secret也是 你要相信你的你的梦想 相信它 感受它 喜悦 你就得到了 其实演员他们的生活 最后他们的心灵很高很低 就是这一刻你可能演一个很负面的人 那可能那一阵子你就超级的负面 这一阵子可能你演一个很杀的人 可能你就思想就被扭去了 会的 真的会的 在短暂里面 你还是处理不到你会习惯性 我也演过一点点 你的那个 演过一点点 我演过一点点 所以我灵悟性很大 因为神给我这种talent 你觉得神怎么在你演艺生涯里面 帮到你 特别是在演艺事业 我觉得主要他给到我信心 让我有positive 刚才我讲的 这个是他给到我最大的力量 那我才有力量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不需要再看The Secret 下一届 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 有信心了 有信心了 看到没有 好我们谢谢明周 谢谢明周 真的希望在他的这个演艺生涯 继续发光发热 下一届电视大奖得赌 登登登登 中文字幕作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 明明 会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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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